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求主你开启我们的灵眼 使我们能够看到你 通过学习你的话语 更能够认识你 明白你降世为人 为我们受苦 为我们受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主啊 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地 温习这福音书中的教导 再一次地与你相遇 主啊 也求主你保守孩儿的口 将你的真道传讲明白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以上祷告祈求 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 感谢主 今天真的是 我们知道今天是教会的retreat 退休会 我还以为今天早上我还在想 就说是不是我在这里 讲到的话是面对着一个 很空旷的 但是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 在我们当中 当然我们不管在哪里 不管在退休会上 还是在今天在这里 神都与我们同在 实际上我们的侍奉 也是不管人多人少 只要遵行神的旨意 神必祝福 想当年我记得那时候 我在以前讲道中举了个例子 很多很多年以前 有一个在英格兰的一个小小的教会 不知道是 我不记得是因为是 当时那个教会是有活动 还是正是天气不好 所以牧师星期天早晨来的时候 教堂里空无一人 只有一位走了进来 但是牧师的话呢 并没有因为只有一个人 就是不讲了 或者怎么样了 继续地就 该怎么讲还是照怎么讲 学习福音书 那一位年轻的弟兄 就是我们后世 尊称为的斯布珍牧师 改变了英格兰 也改变了世界 是教会历史上一位巨人 所以今天我们也学习一下这个福音书 提起福音书啊 很有意思 一般是刚刚信主的时候读福音书 但是信主以后 几年以后 这福音书也不再是一个重点了 因为觉得 第一 要么觉得它浅显 要么就觉得还是读一读后边的保路书信啊 或者说再有经历看看旧约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福音书真的是很宝贵的属灵的传承 其中有很深刻的属灵的含义 并且有很多很多主 他直接地教导在福音书上 今天我们所学的福音书这一段 是在马太福音 十六章 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请大家有圣经呢 打开圣经 或者说看一下这个屏幕 马太福音十六章 二十一节 马太福音十六章 十三节到二十三节 大家准备好一起读 耶稣到了该塞利亚菲律比的境内 就问门徒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是伊利弥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 西门巴约纳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我还告诉你 你是西门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当下耶稣嘱咐门徒 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 从此 耶稣才指示门徒 你必须上耶鲁撒冷去 受长老 祭司长 文士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 第三日复活 西门彼得就拉着他说 主啊 万不可如此 这事必不临在你身上 耶稣转过来 对西门彼得说 撒旦 退我后边去吧 你是伴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好 这一段福音书的记载 是我们弟兄姐妹 非常熟悉的一段 也是圣经当中 非常有名的一段 就是彼得认基督 我们知道 使徒彼得是 耶稣基督最早招的使徒 也是使徒的领导 他是个leader 这一段记载的是 在主耶稣基督 他侍奉在 加利利地区 侍奉的后期 我们看一下 这一段书的背景 这是在 其他福音书中 也有这段记载 但是《马太福音》16章的记载 是最为详尽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背景 请翻一下那个slide 作为这个 《马太福音》的话 它大概的框架 是从 我们看到 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话 从开始到4章16节 这一段是讲到 耶稣事工的开始 介绍耶稣的事工 然后后边的话 4章到17节 到16章到20节 这一段是 耶稣基督的事工的发展 是以在加利利这一段 这个事工的作为重点 从16章21节 到 完了28章20节 这个是 耶稣事工的高潮 是在 耶路撒冷 以及他 上十字架 受死 复活 所以 这一段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 《马太福音》16章 这一段经文的话呢 正处在 耶稣 在加利利施工的末了 也是 在 耶稣 施工高潮 在 伊路撒冷之前 所以说是一个 成前起后 是一个 转折点的 这个时候 请翻一下下一页 这个地图的话呢 就看到 它这里讲的话呢 耶稣到了 加塞利亚 菲律比 那个地方 你看那个地图 是上边 那个 我画的那个 红圈圈 是在 加 加利利海的 那个 北边 大概是 有 二十五里路 耶路撒冷的话呢 是在 下面 所以说呢 这个 它是从 加利利出去 出了一套门 然后呢 等这一段 结束以后的话呢 就会去 耶路撒冷 所以呢 就是 这个大概是 它的这个 施工的背景 当时 主耶稣基督 他 传讲 天国的福音以来 他召聚 他的门徒 通过他的道 也通过 也通过很多的 神迹 奇事 我们通过 马太福音 在前面几章 讲到了 诸多的神迹 奇事 也彰显了 他 就是那 在旧约当中 一直预言的 那一位 就是犹太人 期盼的 弥赛亚 也是 犹太人 所期盼的 能够带领 他们 脱离 各样的苦难 压迫 是犹太人的 王 这一点 通过耶稣的 所讲的道 以及他 所行使的神迹 清清楚楚地 表现了出来 但是很不幸 当时很多的人 不光是 那些听众 不光是 那些犹太人的 长老 领袖 文士 等等 不了解 主耶稣是谁 就是他那些门徒 也搞不清楚 所以 这里 耶稣就来问他们 说你们 说我是谁 耶稣基督是谁 这个问题 从那一天开始 贯穿几千年 一直到今天 主耶稣基督问他们 我是谁 他们的回答是怎么样的呢 他们说 有人说你是施许约翰 有人说是以利亚 有人说是伊利米 或者先知中的一位 基本上来讲 他们也搞不清楚 主耶稣基督是谁 只是在做诸多的推测 可能有人认为 主耶稣基督是一个 很好的教士 是一位充满智慧的智者 或者是能够行使神迹的先知 种种的可能 众说纷纭 但这时候 西门彼得 做了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 划时代的回答 他这样讲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非常简短的回答 但是这个回答 是真理的回答 是铿锵有力的回答 是 真的是 可以说是彼得 认识耶稣以来 他的 一个属灵上的高峰 在众人还在 彷徨怀疑 不知耶稣是谁的时候 彼得 直指真理 回答说 你是基督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所以 耶稣对他说 西门八月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 输血肉指示你的 乃是 我在天上的父指示 我还告诉你 你是西门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它 并且我还要把 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 在天上也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 在天上也释放 作为 作为一个老师来讲 我想 如果我们每个人 设身处地 那觉得这个 一定是很失望的 如果听到众门徒的一些回答 或者听到周围人的回答 一定很失望 说我传道这么多久 我做了这么多的神奇奇事 但是你们还是不明白 直到西门彼得 做了这样的回答 多么地欣慰 多么地高兴 所以 主耶稣基督 在这里的话 真的是大大的奖赏了 彼得 彼得 不但是 夸奖了他 而且 而且还这样讲到 说是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在这磐石上 我们知道 这个 彼得 他的名字就是 石头 这个 stone 或者rock 有人说是 在希腊文里是 stone 翻过来是stone的意思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stone和rock 本来就很接近 但是呢 你要是照当时的 那个 原文仔细分析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词 所以的话呢 他在这里讲的话呢 就是说教会 要建立在这磐石上 实际是指 彼得而言的 这一点的话呢 在教会的解经史上 是非常有名的 因为它 曾经 造成了极大的争论和困扰 在 作为天主教会来讲 The Catholic Church 它就通过这一节经文的话呢 justify他们的这个 教会的权柄 就是说 这个天主教会 是从彼得已降 彼得作为他们 天主教会的第一代教皇 教会是建立在 这彼得之上 在这磐石上 磐石是指彼得 所以呢 在后边的改教时期的话呢 为了对抗 天主教的这个 这个谬论 就是指这个 他的 所谓的教皇无误 等等的这些很多谬论 因为 他 根据圣经的根据 就从这些经文来的 就讲这个磐石 这个石头啊 不是指彼得 马丁路德当时讲的话 这个石头是指 基督 耶稣 后边的 教会的 很多神学家的话呢 认为呀 这个 磐石只指 基督的话呢 这个讲法 讲不通 是指 这个磐石是指 彼得对耶稣的这个宣誓 就是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是指彼得的宣誓 彼得的confession 是这个磐石 但是 仔细研究这个 经文的话呢 你会发现 当时 耶稣是对着彼得来讲的 也是讲到 提到他这个名字 然后马上讲说 这个教会是建立在 这个磐石之上 所以这个 最 最明显的 最自然的解释的话呢 这个磐石 这个石头 是指的彼得 确实是指的彼得 那么怎么样来够 解决这个困扰呢 因为我们知道 天主教会 以这个解释作为他的 很多的 错误理论的借口 实际上的话呢 是这样的解释 虽然说这个石头是指 彼得 但是这个 后面讲的这个钥匙 和这个权柄 实际上是交给 以彼得 所代表的 教会手里面的 这是在后边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时候呢 有了进一步的解释 所以根据 圣经的上下文来看 这个解释是最为合理的 所以 这一段的话呢 是讲到了 神将教会的权柄 和天国的钥匙 交给了 以彼得为代表的 神的使徒 他们作为教会的基石 神的教会就建立在 这使徒和先知的教导之上 那么我看看 我们读到这里 会不自觉地想到 哇 彼得好了不起 真的是不愧为教会的基石 在众人还在彷徨的时候 他就有这样指指真理的核心 有如此清楚的认识 众多的门徒 只有他 最好的学生 是主耶稣基督最好的学生 不愧为 主耶稣基督门徒的领袖 好 乃教会的磐石 但是我们接下来 马上读一下 这是在二十一节的时候 看一下 说 说耶稣才指示门徒 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 祭司长 文士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 第三日复活 这里我们讲到的话呢 就说 这个是我们知道的 说主耶稣基督去上耶路撒冷 重要不重要 我们说当然很重要 他不能在加雷利那个地区一直待着 虽然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事工 但是他必须要去耶路撒冷 主耶稣基督去耶路撒冷 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他要去耶路撒冷去做更多的教授 但那不是他的主要的目的 他的主要的目的 是要去耶路撒冷 为我们受苦 并且要被杀 第三日还要复活 我们可以说 如果主耶稣基督不去耶路撒冷 那么他就不可能为我们受苦 也不可能上十字架 受死 也不可能复活 所以说 这一串 他后面事工的巅峰 是至关重要 是对我们后边至关重要 也是神整个救恩计划 至关重要的一步 就在这至关重要的一步的时候 刚才所讲到教会的磐石的彼得 他是怎么样说的呢 怎么样做的呢 西门彼得就拉着 他说 拉着主耶稣说 主啊 万不可如此 这里的话呢 你要是读原文的话呢 语气是非常非常强硬的 就说你一定不能这样做 你怎么样都不能这样做 就是最强硬的语气 而且此语气的话呢 昭示着 他的就说 非常的认为 他是一个非常 就说认为 是一个很傲慢的 代表一个很傲慢的一个态度 不是一个学生跟老师的一个态度 为什么彼得这样说呢 主啊 万不可如此 这事必不临在你身上 为什么他这样说呢 因为彼得 还有当时主耶稣基督所有的门徒 不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 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 不是一个受难的弥赛亚 他们认为 耶稣基督是一个能够带领他们 推翻当时罗马统治的王 带领他们成为一个领袖 能够建立犹太的国 不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 是要为他们这样 非常的卑微地为人受死 非常屈辱地死 这在他们来讲的话 是不可接受的 实际上不单单是他们 就在当时他们那个时代 就在罗马帝国 他们很多那些富有知识的人 富有权势的人 提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就讲到 如果主耶稣基督是 真的是像你们所说的 是从永生神而来的 是永生神的儿子 是拥有权柄的 是拥有荣耀的 是拥有能力的 怎么可能如此屈辱 在实际上受死 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这种事情 信还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人所看重的 乃是权势 乃是荣华与富贵 而卑微地 受苦地 受死地 那是人所 不会去追随那些人的 这不但是 人当时 他们不理解 连使徒的 连那些使徒 门徒 也完全不理解 彼得可以说 是从他属灵的高峰 马上跌入这 属灵的深渊当中 因为他也不理解 在人看重的是 世上的荣华 是不经过苦难的荣耀 但是 所不理解的 这真理是 这荣耀 是从那谦卑而来 得胜 是从那苦难而至 人所追求的是 那不受苦的 不受苦的 弥赛 就像主耶稣基督 在旷野 四十天中 受试探的时候 当时 撒旦魔鬼 诱惑主耶稣基督 就是 让他不经过 不经历任何的苦难 而给他所有 世上的荣华 因为那些 世上荣华 本来就属于魔鬼 但是主耶稣基督 斥责了魔鬼 在这里 他也同样 斥责了 西门彼得 他这里讲 对西门彼得说 撒旦 退我后边去吧 你是伴我脚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我记得当时 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很吃惊 说怎么 你这一分钟前 还是教会的磐石 教会要建立在你的身上 权柄 教会 天国的钥匙 交在你手里 转身就对彼得说 撒旦 你退我后边去吧 这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彼得是撒旦吗 不是 当然不是 这里主耶稣基督的意思 是讲到 因为彼得的想法 与撒旦不谋而合 彼得当时的意图 也与撒旦一致 就是要阻挡 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 所以彼得当时 是这样讲的 这事必不临在你身上 意思 就是说 你必不去上十字架 你必不会受死 也不会复活 所以 耶稣在这里 也是直指真理 讲到 撒旦 你退我后边去吧 就像他当年 斥责撒撒旦魔鬼 在旷野当中 斥责撒撒旦魔鬼似的 也斥责了 彼得 因为彼得 他不体贴神的意思 他只体贴人的意思 我们通过这两段 这一段的经文 主耶稣基督和西门彼得 两次对话 我们可以看到 马太在他组织这些 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 将这两段对话 放在一起 是很有深意的 这也是神 通过马太的手 将当时发生的事情 展现在我们 后人读的面前 所以我们通过这两段 做一个很明显的对比 和强烈的对照 一边是讲到彼得 因受天赋的启示 而攀上属灵的高峰 直指真理 说耶稣是弥赛亚 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但是这样的认知 在一分钟以后 就彻底地破产了 就跌入了属灵的低谷 试图阻挡 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 所以我们看到 这样如此强烈的对比 这也是给我们 后面的后人 读这个福音书 弟兄姊妹 有很多的启示 也是对我们的警示 彼得是基石呢 还是绊脚石 是深具神启示 真理的教导的领袖呢 还是试图阻挡 主 救恩计划的人呢 答案是什么呢 实际上答案 它都是 BOTH 我们看到 我们知道我们读神经书 福音书 我们知道这个故事 彼得的故事 它是第一个被 它是被 第一个在第一起被招的 门徒 并且呢 是 一直跟随在 主耶稣基督身边 聆听他的教诲 亲眼目睹了 诸多的神迹奇事 并且 为天上的父所启示 口认基督的 但是 他转过来又阻挡 基督 神在后边的时候 我们知道 他们后来又去了耶路撒冷 主耶稣基督 进行 做了很多 诸多的教导 最后 被他们抓住 被那些犹太人的官长 和那个罗马 当时统治者抓住 在他们手下 受辱 受苦 这时候彼得 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 我们作为人来讲说 你看看 彼得已经犯过一次 严重的错误了 应该悔改了 这次应该是 这是正是他 高峰亮节的时候 绝不能够 绝不能再掉链子 这种时候 关键时刻 作为这个 门徒的领袖 主都被抓起来了 他绝不能再掉链子 再搞他那些 但是实际上彼得 干了些什么 我们读这个 福音书都了解了 这个故事非常有名 就是彼得 三次不认主 不但是一次不认 他还是三次不认 尽管在之前 拍着胸脯向主保证 说别人都能离弃你 我绝不能干这种事情 但是就是这位 彼得教会的基石 三次不认主 看那个 这个投影的话呢 就是 在左边那个 是这一段的教导 彼得认耶稣 在中间的话呢 就是 他三次不认主 但是在 听到基明的时候 因为他想到了 主耶稣基督的预告 说在基明之前 你会三次不认我 这时候他终于认识到 他干了些什么 所以在那里 痛哭 我们看到这个 读到这一段 也看到了 使徒彼勒的 他的这个 发生了在福音书中 所记述的事情 我这里有个问题 让大家想一想 在彼得那时候 痛哭流涕的时候 作为主 作为来讲的话 如果假设有人 不了解后边 发生的事情 那会认为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 完全的失败 Total failure 不但是作为 这个教师 作为这个 主耶稣基督 作为拉比 他的教师 他们这些门徒 做教师也罢 做门徒也罢 Total failure 完全的失败 最好的学生 居然到最后不认他 搞半天也没搞清楚 还是没明白 就到那个时候 还是没有明白 虽然当时 已经受到他 主耶稣基督的斥责 和教导 他已经在 马太福音 在后边已经解释了 在 在 主耶稣基督 斥责彼得之后的话呢 他已经解释了 为什么 他一定要去耶路撒冷 一定要去上十字架 我们很熟悉在 马太福音十六章 在后边马上讲到的 就是 在 十六章 二十四节中 马上讲到说 于是 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因为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子要在他 父的荣耀里 同着众使者降临 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所以这里 当时他已经跟门徒 特别是彼得 解释得非常地清楚了 说他一定要上十字架 不但是他要上十字架 而且所有跟从他的 作为基督的门徒的 都要背自己的十字架 都要做好 为主受苦的准备 而且 真理是讲 凡是要救自己生命的 那必丧掉生命 而为主所丧掉生命的 必得着永生 而且也讲到他后边 要从众天使在荣耀当中降临 已经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了 但是彼得在后边 不但是没有吸取 这次他的这样大的教训 阻挡基督上十字架的教训 而且还变本加厉 在后边三次不认主 所以我们在想说 会不会是一个完全的失败呢 如果有人不了解后边的话 这个结论是非常正常的 是一个完全的失败的结论 但是我们知道 感谢神 我们知道后边的事情 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 我们通过读《使徒行传》 我们看到使徒彼得 做了些什么呢 他真的是不愧称之为 教会的注释 教会的基石 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 彼得那时候讲道 作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 他讲道一讲道多少 五千人四千人这些 这么多人信主 后来要在撒玛利亚传扬福音 并不惧怕 当时犹太人和罗马统治者的逼迫 后来也来到了 后来又去了 罗马 与使徒保罗 后来在同宫 教会历史讲道 在罗马皇帝尼路时期迫害的时候 他为主殉道 在为主殉道前 他讲道 他说 他真的是如此荣耀 也觉得不配 与他的主一样 钉十字架 所以他一定要求 他要道钉十字架 看右边那一幅图 就是彼得道钉十字架 转过来道钉十字架 这在他生命的尽头的时候 他真的是到达了认识 主耶稣基督的最高峰 他不但是跟从了主 为主受苦 为主上十字架 背负十字架 而且他从当年的傲慢地阻挡 主上十字架 到那个时候 他谦卑地认为他不配 与主一样钉十字架 而要求要道钉十字架 我们看到使徒彼得生命的变化 主 我们的神 通过福音书的作者 通过这本圣经 讲述了彼得一生认识主 跟从主的历史 他的经历 他的失败 他的教训 他的成功 他的得胜 这也是今天 给我们每一位跟从主的警示 以及勉励与激励 我记得 以前我跟我的孩子 在教导他们 读福音书的时候 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 说你觉得彼得 是耶稣一个好的门徒吗 我记得我孩子那时候说 那肯定不是了 这样学生 这样学生很烂呢 说这个主耶稣基督 作为老师来讲 叫什么搞半天 也搞不清楚 因为我当时那孩子还小 他不知道后边 发生了一些事情 当时就说 这样子 他说这个好像 我说 你有什么评论 他说 他说这个 我记得 我就说 他那个 我还在讲 说 Sounds like like me 我说 你为什么这样 我说 我仔细想了想 我也是这样 说这个 我记得你告诉我什么 说半天 我过几天 我也忘了 我照干 还变门加厉 说我不能干什么 我照干 然后老师在讲什么 听半天 我也听不明白 我回来还是不明白 所以 我想 当时我听了说 不单是小孩子如此 我们大人不也同样如此吗 成人也是如此 我们跟随于主很多年 我们真的知道 圣经的真理吗 我们跟随于主很多年 我们真的 真真实实认识他吗 我们真真实实地 能够通过我们的主 认识 我们的父神吗 每位弟兄姊妹 都应该扪心自问 看看我们的属灵的历程 在哪个阶段 看看对照着福音书的教导 我们看看我们今天 属灵的 是还在停留在 是跟随于主想着得好处的时候吗 跟随主能够得到这世界的荣耀和繁华吗 有没有认识到主是一位 为我们受苦的弥赛呀 有没有看到我们属灵的本质 的真相 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时候想的 不是想的神的意思 而只是在乎人的意思呢 学习圣经 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要应用在 我们自己的生命生活当中 它不光是一个知识 我们也可以讲很深入的 怎么样讲它这个文学的手法 讲这个历史的背景 等等 但是最重要的 是要在我们生命生活的应用 圣经成为一名面镜子 能够照到我们 能够照入我们的心 能够看到 我们 如果有人问我们 今天如果有人问我们 主耶稣基督是谁 我们的回答是怎样的呢 我们在世上 在今天 有很多的辛苦 有很多的苦难 每个人实际上都是 背负了重担 觉得这十字架 非常的沉重 有的时候 不是十字架的沉重 是属世的包袱 每个人都面对着如此 有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 我记得我以前在神学院 读这个马太福音 学习马太福音 福音书这门课的时候 在课上 结识了很多 从各个地方 来的同学 在那门课的话呢 就是说有好几个 是从外地赶过来的 就是说有的是坐车 过来住在朋友家里 为了上这一段 集中的课程 也有的来自于 不同的背景 我记得当时很有意思 有一位这个 韩国的大婶 也在那个班上 这个福音书的课 是她的第一门 在神学院的课 然后在她做自己介绍的时候 她就说 说当时她 有感动来读神学院 真是凭着一股血气 就进来了 但是上了两天课以后 觉得真是 她是好傻跑来 她都不知道 她跑来做什么 她听了两节课 听什么也没听懂 所以她就说 她非常地depress 就在课上就说 然后大家都觉得说 怎么样帮她一下 读福音呢 读福音书的时候 这样一上来 读福音读了半天 都depress 然后大家都想着说 当时她分享的时候 这已经是在 第二天的课的末了 因为课程就结束了 她急急忙忙就走了 但是同学们在想 是不是要帮帮她 怎么样帮帮她 第二天的早晨就说 问她说 怎么样 你鼓励鼓励她吧 就说 结果没想到 她回来的时候 早晨回来的时候 更depress 她说 I got a bad sign bad sign 就是一个不好的预兆 我说 发生什么事啊 她说 我今天来的时候 匆匆忙忙的 我的那个 结婚的戒指 丢了 别人说 这奇怪了 你这个跑来 上个读福音课 你这个结婚戒指 能丢了 她说 我讲了这一段 在休息的时候 课间休息的时候 我是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我一直在想 我这个戒指丢在哪里了 我一直在想 我老公回去 是不是要对我 怎么向我老公交代 这怎么办 说我不行了 我要回去 这课我上不下去了 不上了 然后我们这些同学说 不行 说好吧 说这个正好到了午饭的时候 然后说这个 你先别着急 先吃顿饭 吃完饭我们再说 对吧 我们就说 然后呢就说 大家就说 我们平时读书这么辛苦 大家很忙 难得 很多人都不认得 所以就说难得来吃饭 大家就说我们几个人 还有这位韩国大婶 为了安慰她 大家出去吃顿饭 我们就去特意找了旁边的一位韩国的饭馆 然后就吃顿饭 就为了 Cheer her up 就是吃顿饭 然后在饭间 大家就聊 结果 结果那个聊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说 当然互相鼓励了 但是也是通过他们的话 也聊到很多的一些他们的生活 比如说有一位弟兄的话呢 就是讲到说 你看我在 朱士梅森大学 说那个 做那个 校园施工 我说 做校园施工 我说这个 他说是很有拆练 我说你最大的拆练是什么 结果他 我说是学生 很难找学生呢 谈呢 还是这个推展福音施工有困难 他说这都不是最大的拆练 说最大的困难啊 是我这个生活这个有困难 说这生活为什么有困难呢 说这个 你看 这个所有的这个 这个生活的这个来源 都要靠信心 都要靠 这个很困难 我说你那个 作为你这个宣招的这个机构 怎么不干事啊 卫生部给你发工资啊 他说他不管 他们没有这么大的财力 有很多人他说 所以呢 他呢就说有时候真是被生计 他就说你看 平时很多时候都 连去餐馆都去不了 因为觉得没有很多的钱去餐馆 后来呢就说这个你看这个这个这个餐馆 这个是韩国餐馆里也属于比较好的 就是在那个泰森斯那边 那个屋里奥你们可能建议你们去吃一下 那个那个比较属于比较高档的餐馆 然后呢就是说 但是大家还是吃了挺高兴的 就是说这个饭这个饭菜确实是不错 然后呢到最后 大家吃完以后都 等回来回去的时候呢 然后呢就说付账的时候 所以每个人都 因为说好了是单独自己AA制嘛 付出钱 然后呢都去摸钱吧 我就说 哎呀我说看你们真是很辛苦 说我就全付了得了 说是真是不容易 我这听完以后的话 我就我已经很感动了 就说我觉得我 因为我那时候在想 我多么不容易去读神学院 我是既费时间也花钱 我说我多不容易 但是我跟你们比较起来啊 我想我的不容易真是比不了 说我 我就多付了 然后呢大家说这个 说哎呀你付了正好 我是说 我这个正没贷这么多钱呢 我说这个 说这餐馆这个 进来的一看的菜单都吓了一跳 我说这个也是一个目的 是安慰那个韩国的大婶 说这样的话 她当时那段就不想 她那个丢戒指或者怎么样 或者是不是就是 就不上了这课 神学院就不上了 然后我们回去了以后的话呢 就是我们回来 然后呢 这个大婶的话呢 刚是吃着高兴 弹着高兴 她把这茬忘了 等一吃完 她又把这茬想起来了 我说那戒指怎么办呢 这个我找不到 我回去怎么跟我老公交代 这个 某个很贵的一个戒指 然后呢 然后我们说 这不行啊 这个问题要解决 我们这学的福音书啊 真的是要有应用 说这要是 我们呢 当时就是在 到停车场的时候下来的时候 大家一起 在那里祷告 祷告什么 找这个婚戒 这哪找去 都不知道在哪丢的 哪找去 祷告 大家低头祷告 你知道吗 祷告的时候都不是抬头到处 低头 大家一起低头祷告 说找了就是找了 闭着眼睛低头祷告 就在那停车场 可能别人在停车场过去 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低头祷告 结果一位弟兄 低头祷告 等我们低头祷告完以后 一睁眼 低着头呢 就看那婚戒 就在那地上 他实际上是下车的时候啊 他走 从我停车场走 那婚戒的时候掉 在那个停车场上了 所以我们在那 低头祷告的时候 因为大师都在找 都没有看到 不知道 但你低头的时候 就看到这婚戒在那里 在那个有些石头什么之类的 石历的 看到婚戒就在那地上 所以这个 回来的时候的话呢 他还做了一个小小的见证 说这个 说真的是 说来对了 说是这个 另外一个弟兄 不是在主持美省工作的那位弟兄 不是在住持美省工作的那位弟兄 是另外一个弟兄 坐在我边上呢 他也去吃饭的话呢 在上课之前的话呢 捅了捅捅我 他说啊 在吃饭 我们吃饭的时候啊 没好意思说 但我现在就告诉你 说今天 实际上是我的生日 说你 就是说你请我吃了顿 非常好的生日的这个 这个餐 我真的是感谢你 这个说这个是 我就说 哇 我哪有那么巧 说这只能是感谢神了 所以说呢 所以我们 每一个人的话呢 在我们生命生活当中的话呢 一点一滴的 我们每一个都不是完人 很多事情 我们不愿意发生的 它偏偏地发生 我们自认为对主真理明白的 实际上我们是糊涂的 即使是那些去 为主去读神学院 那些以后 作为牧师的那些 弟兄姊妹 他们也有很多的困难 也有很多的麻烦 为什么的话呢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上 是神的国 与地上的权势 与魔鬼撒旦的权势 是争锋的时代 我们作为我们的人 来讲的话 也是像彼得一样 前一个时候 还在 属灵的高峰 还在教会当中 唱赞美诗 赞美主 可能转眼 事奉结束回家以后 看到家里的一些问题 看到自己 或者说看到自己孩子的问题 你马上就将其他属灵的教导 先丢至脑后 先把孩子叫过来 训斥一番 我们实际上也是属灵的小孩子 真的是应该 尽快长成由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身量 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一段 让我们也学习 使徒彼勒 以及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 在彼得在他的晚年 他写彼得一书的时候 他就是总结 回想他的一生 他也是这样教导的 说 在彼得一书一章三到七节 是这样教导 说 我们这里读一下 说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摧残 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你们这因信 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到所预备 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因此 我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 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 就比那火试炼 仍然能坏的金子 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到称赞 荣耀 尊贵 愿我们学习彼得 学习他的话语 也愿彼得这一段 在他一生接近末了的时候 对教会的 对众姐妹的 弟兄姐妹的教导 也成为我们的勉励 好 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今天给我们的机会 学习你的话语 再一次地重温这福音书上的教导 能够看到 这彼得 使徒彼得 当年他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受教 他认基督 认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也同样看到他的属灵上的失败 他阻挡你的脚步 他不认你 他在你面前逃走 我们看到彼得 真的是像我们 我们就是如此的 我们在一分钟前 觉得我们是好属灵的 是愿意为你所摆上的 但是一分钟以后 我们就迷茫了 我们就退却了 我们就软弱了 我们甚至想着是 世上人所想的 而不顾念 所神所想的 我们就为这世上一切所捆绑 陷入了撒旦的圈套 主啊 真的是 让我们通过今天的学习 再一次地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知道 你的圣灵今天就与我们同在 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再一次地来到你的宝座面前 求你的话与圣经作为一面镜子 照亮我们 使得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小心 我们的过犯 但是我们不丧胆 但是我们不绝望 因为正像你改变彼得一生的生命 成为教会的注释 你也同样会改变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姊妹 你有那美好的计划在我们生命当中 你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挣扎 每一个人的软弱 每一个人的重担 你会顾念我们的 你就像当年拣选你的众使徒 拣选彼得 扶植他 虽然他一次次地跌倒 一次次地在人前不认你 你还是一样地宽勉了他 造就了他 使他成为教会的领袖 你也同样会造就我们 使用我们这一生 使用我们作为 你出口 你所不配的器皿 将我们所学习的这福音 带向我们的家庭 带向我们周边人 也带向这黑暗的世界 主啊求祢与我们同在 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 有很多虽然在 retreat 在教会的retreat当中 不在我们当中 但是神也与他们同在 因为我们的神是大有怜悯 大有慈爱 大有能力的神 今天就求祢复兴我们的生命 复兴我们所在的教会 也通过我们 改变我们周围的社区 也进而改变这一世界 主啊我们感谢祢 求主祢与我们同在 我们祷告祈求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 感谢主 谢谢 心愿 好 感谢主